拿出蛇皮袋底下的手机,他给一千末拨了过去。 这种紧急的突发情况,他已经顾不上继续搜集情报和其他了, 只想着找到这一伙准备对他下手的人的具体的身份。 丫头,你胆子还真的! 一千末听他说完,也被吓出了一身冷汗。 他不敢想象,刚刚要是在车里头,他露出一丁点不够专业的装疯, 被那群杀手识破的话,等着他的就是杀身之祸。 我上车前并不知道他们是一群杀手啊,而且还是冲着我来的杀手。 我就坐在他们中间,他们都没有把我认出来。 那只能说明我演技好,侥幸逃过一劫。 轻笑了声,芸汐微微眯起眼,看着灰白的水泥马路, 脏兮兮的脸蛋上,并没有丝毫的庆幸。 你赶紧地过来接我吧,今天的训练暂时结束了, 我找灰狼搜索一下那群人的方向向落, 其他的我们见面再说吧。 挂断电话,他给灰狼拨了过去, 告诉了他详细的地址和车牌号码之后, 让他查找刚刚那辆面包车的方向。 灰狼咽了声之后,吱吱呜地说了一句, 呃,云小姐,少帅在这里。 啊? 云西愣了笑,轻咳了声。 咳,你接给少帅,我跟他说几句。 电话很快送到了穆飞池那边, 穆飞池轻哼了声, 邪里邪气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。 宝贝儿,你这是打算跟一千莫私奔吗? 没有啊,我在A市跟他学习情报搜集和化妆渗透, 不过,现在计划有变了,出事了。 怎么回事? 嗯,我刚刚从一帮杀手的车底下来, 用化妆技术躲过一劫。 我听那些人说话, 他们这次过来就是冲着我来的, 我去A市的消息, 是怎么泄露出去的? 还有,我在A市消失, 你这边都没有消息, 他们也不清楚, 现在正忙A市的找我呢? 很明显, 消息出自于田玉山内部。 少帅, 你的那些个手下, 有可能已经被安插进卧底了。 我知道了, 我会马上处理, 你赶紧回来, 我让李子兰去接你。 不, 我要挖出那帮人, 你让A市的人支援我和一千莫吧。 开什么玩笑, 你们两个人要牵没枪, 要子弹没子弹, 能做什么? 赶紧给我滚回来, 你要是不回来, 老子马上过去绑你。 你让A市的人配合我们就行了, 必须在回京都之前, 把这帮人抓住了。 我要知道, 是谁对我下手? 少帅。 在这件事情上, 他有一种劫后余生的错觉, 所以态度也格外坚持。 不管是京都, 谁在对他下手, 他都要心里有底。 只有圣券在握, 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。 芸汐的话还没说完, 木飞驰挠火之下, 直接把电话给砸了, 通话中断。 芸汐看着被挂断的电话, 电话那头传来的一声巨响, 他就知道, 把暴君给惹怒了。 没办法, 他在这边和灰狼合作, 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人找着。 不然, 还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恒生枝节。 监控室里, 木飞驰转头看向灰蓝的电脑屏幕, 电脑数据快速黑进的A式的交通监控系统中。 很快, 他便按着芸汐提供的车牌号, 从监控上锁定到了那辆目标面包车。 少帅, 车子已经锁定, 是不是要告诉云霄姐? 少帅不会让那丫头涉嫌, 他们都很清楚, 所以最后的命令还要听宠于他。 木飞驰冷眼盯着监控屏幕上车型的方向, 一脸阴麻地站直了身。 统治A式的特战组, 让他们把车子逼到人少的地方, 把人都给我接住, 我要活的。